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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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别教育频道可以协助那些没有电子设备的学生继续学习课业 同时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同观赏教育节目 首相希望各方从学生教师到家长齐心协力履行职责 让国家教育政策迈向成功 国际消息 以色列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继续领先全球 目前全国有400万人 或45%的民众都已经注射第一剂疫苗 另外有260万人完成了第二剂的接种 根据研究 以色列有症状必利 下降了九成 成效任分人心 前一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 见证了国内第四百万名 接种疫苗的民众后发表讲话 他表明还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士 都一概不允许前往公共场所 包括餐厅 国务馆 教堂和体育馆等等 以色列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 克拉利特研究院 对一百二十万人展开的研究显示 辉瑞疫苗接种之后 有症状的病患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 重症的患者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 日本今天启动第一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由美国制药巨头惠瑞公司制造的疫苗 在昨天下午已经送到了 实行首例接种的东京都医院 第一批接种的将会是四万名医务人员 日本将会展开安全调查 让其中两万名接种者每天记录健康状况 负责疫苗接种工作的行政改革部长 河野太郎希望能够有更多人都可以接种 第二批辉瑞疫苗预计下个星期送底 日本也是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之中 最后一个接种疫苗的国家 正当全球各国都在和新冠病毒搏斗之际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国家卷土重来 几内亚恩泽雷克雷省医院通报 确诊病例增加到15宗 其中5人死亡 世卫组织向几内亚的6个邻国 包括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马里、科特迪瓦、 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 发出了伊波拉疫情预警 吉内亚政府确认了150多名密切接触者 其中95%已经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钢果方面 在出现四宗伊波拉病例之后 医护人员向曾经和病患接触的 334人接种疫苗 然而让人担心的是 钢果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地区比较偏远 而且安全局势动荡 恐怕防疫工作会带来挑战 缅甸国务自证昂山素姬至今都没有脱离软件 反而被指致灾不利 遭当局加控违反灾难管理法的罪名 俊方十六号秘密审讯昂山和总统吴文敏 保证绝对不会对他们做出超越法律的事 两人目前安全无值 健康良好 缅甸国务自证昂山素姬 早前因为住所藏有非法进口的对讲机 被控违反缅甸进出口法 案件原定今天开始审理 但昨天提前完成首次开庭 全程以线上方式进行 昂山素姬代表律师随后向媒体透露 昂山素姬不只面对一项罪名 昂山素姬代表律师指出 法庭当天没有做出裁决 则定下个月一号再次开庭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如果缅甸灾难管理法第25条文罪从 可被判监禁最高三年以及罚款 昂山素姬和总统吴文敏 被软禁半个月以来不曾公开露面 代表律师也无法和他们联系 缅甸军政府昨天保证 他们两人安全无鱼 健康良好 缅甸反军政府在 市政变示威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 有卫星图像显示示威者昨天在银行前面的马路上 用英文写下我们要民主的字句 国际社会也对昂山素姬被加控一事表示关注 英国首相约翰逊谴责缅甸军方捏造罪名违反人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 对昂山素姬被加控感到不安 未安抚制度是二战时 日本军队犯下史无前例的战争罪行 受害者直到今天依然坚持 要向日本讨回公道 韩国其中一名受害者 也就是九十二岁的李荣珠 就呼吁总统文在寅 还有日本首相菅义伟 将未安抚的问题诉诸国际法院 李荣珠是由韩国政府认定的 原未安抚中健在的十五人之一 在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讼中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上个月裁决 日本政府需要向每个人赔偿一亿韩元 但是日本政府表示不接受 对于将未安抚问题诉诸国际法院一事 韩国外交部表示会慎重考虑 竭尽全力圆满解决问题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弹劾案2.0一落幕 共和党之间的党派之中 就随即引爆 特朗普不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在弹劾案2.0左右开工 公开数落麦康奈尔的种种不适 甚至要求共和党的参议员 罢免这名资深领袖 特朗普星期二发文告 炮轰麦康奈尔愚蠢 阴沉是不苟言笑的政治仆从 还将共和党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 归咎于麦康奈尔缺乏政治见解 不能够让这种三流的领袖来决定未来 如果不罢免麦康奈尔 共和党将不会获胜 麦康奈尔在弹劾案2.0 基于违宪问题投特朗普无罪 他同时批评特朗普在道德和现实上 都需要为上个月的国会骚乱事件负责 并提出以司法机关向特朗普追究责任 不考路上死神栏路 印度一浪巴士超载坠河 47名未来医护人员和家属逆死 印度又发生致命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超过50人的巴士 途经中央邦西体县的一座桥梁时 怀疑是超载失去了重心 坠入运河 结果47人溺死 只有6人保住性命 意外发生在16号早上 遇难者包括两名小孩 最小的是只有三个月大的婴儿 另外20多人是女性 她们准备前往参加护士及助产室的评估考试 其余遇害的乘客大多数都是她们的亲属 赵霍巴士原本现在34人 事发时却再有50多人 明显是超载酿火 美国东部北卡罗莱纳州 一座海边小镇 星期二遭遇龙准风的袭击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 龙准风过境之后 留下满地狼藉 风灾导致50多栋 民房建筑物受损 部分住家的屋顶都被掀起 有些房子更是整个被吹倒 满目疮痍 大树也压坏了电缆 上千人受灾 警方形容如此的灾情是前所未有的 加上疫情肆虐 灾后的重建工作恐怕漫长 北极寒流横扫美国和欧洲各国天气言谈 希腊遭遇12年来的最强冷风 首都雅典还下起了罕见的大雪 气温跌到摄氏零下20度 另外美国冬季风暴也造成14人死亡 德克萨斯州极寒天气 有超过400万户家庭 因为断电受到影响 受到北极圈冷空气 美迪亚影响 向来冬季 鲜少降雪的希腊首都雅典突然下起了大雪 著名景点未曾多做古迹都被大雪覆盖 这一场堪称12年来最大降雪 导致渡轮无法航行 航班大延误 强劲寒风吹倒了大树 压断电线杆 多户家庭陷入断电的窘境 恶劣天气也迫使16号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紧急喊停 还有两名年长的新冠患者 因为呼吸器断电无法运作而丢了性命 气象局估计 暴雪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三 呼吁民众待在室内以侧安全 美国德克萨斯州也异常降雪 暴风雪导致风力发电机结冰出现故障 电流供应中断 估计400万户家庭超过1200多万人受到影响 在休斯顿 严寒天气冻住了水管 无水可用 国家气象局警告 沿海地区是最危险的区域 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截至目前暴雪天气夺走14人的性命 总统拜登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内有这么一群人 被形容为呼吸都是犯法 连存在也是犯法 这个农历新年跟随人道救援工作者 走入城市的角落 寻找被遗忘的他们一起送轮 叶斗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疫情当下除了百叶树窗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某一处角落 有着一群被遗忘的人 在他们的人生里 没有节庆 没有生活 就只有逃生 有人就说 他们的存在是犯法的 是卑微的 但就在你我都看不见 他们存在的当儿 其实有一群人正默默地 给他们伸出援手 走过一年牛来运转 新年系列专题的最终篇 一起和人道救援工作者 到浅县给罗兴亚难民 绝终送炭 难民是无法工作 无法学习 连呼吸都是犯法 连存在都是犯法的一群人类 他在缅甸 有可能在孟加拉 是面对杀害轮奸的状态 身为人道工作者 可以做什么 又是特别是在COVID的时候 我希望我可以给他一点粮食 可以给他一些教育 给他知道 人跟人之间 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点温暖给你 我没有记错三月十六还是十八号 是行动管制令第一天 行动管制令 两个星期后 我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人道研究工作 当时我们就看到马来西亚 其实也是很多外籍劳工 然后还有些难民 开始在这个疫情下 生活也开始不简单了 因为他们都是日行人士 他们一锁掉的时候 真的是零经纪来源 所以就一家五口 就配一个快速面这样子吃了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合适的物资 如果你给他宣布什么 有可能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不是很急迫 他急迫的是没有好的两食吃 我们暂时刚才有看到 罗里会先把下货下进来 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会准备每一个人一小袋的 这个一些清洁用品 我们会给他肥皂 还有一罐维他命C 就希望他可以保持他们的免疫力 我们买下的人要安好 他们也要安好 每一次会 虽然第二次的行动管制令 现在开始了 我去很多公共场所 大家对戴口罩 大家对一些防疫的知识 需不需要家里这么多人出来 小孩必须要出来 还是孕妇需要在家 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跟这样子的顾虑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蛮吃惊的状态 大家对抗疫的心态不怎么的 那么的积极 因为这一次是行动管制令跟社交距离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这样子的义工人数减少 我做发放的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用最少的人力 然后做最多事情 然后把那个时间弄到最短 所以这也是保护参与的志工 还是参与的一些义务人士 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 不要导致我们去帮人家 过后我们也中病 这些义务小孩 需要有两个回忆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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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怎么讲 有些穷困的家庭 一家八口住在一间箱单位 差不多八百方程 怎样是较距离 所以我觉得在这疫情期间 也给我看过了不一样的人生 你可以看到两个礼拜没有吃米 没有吃到一粒饭的人 过后 因为你拿一包米给他 他心中的喜悦 让我可以看到的是 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间的温暖 所以在行动管制历经间给他们饭吃 他们不会讲多少很感激你的话 但是你可以从眼神看得出来 他们似乎给他们的感觉是 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还是有温暖的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在意人类的 我们不会因为人种 皮肤 国籍 而歧视一群人 哈啰 妈妈 你在干吗 今年算是我31年 我老31岁以来 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确实是 就是有可能今年我们不可以过年 有可能有能力的大家 可以把更好的财富分享给 比较没有能力的人 我们可以转换那个心态 开始思索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走 怎样带领大家 也不是要自己存活报的 如果你自己存活报是你一个人 我觉得是很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可以带领可以利益多想一点 为这个社会多想一点 这是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添加更多的色彩 我觉得大家可以为 除了为自己 为家人 为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想多一点 昨天当年初五迎财神 据说这天也是财神的生日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大扫除 放鞭炮 开门营业 中国江苏和山东也举办了财神游行 财神游船等等仪式相当热闹 新闻结束前就一起去战战好运 祝愿大家生意兴隆通四海 裁员广进打三江 感谢收看这集的五间新闻 我是洪美玲 我们再会